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一千两百张不甘 他的双眼睁得大大的 似乎一点也不甘心 梁洪玉走上前 让他的双眼合上 他闭上眼睛 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了下来 这时候叶浩轩冲了过来 他看到梁洪玉没事 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拍拍梁洪玉的肩膀道 节哀 梁洪玉抹了一把眼泪 然后重重的点了点头 你回去吧 外面的人应该已经伏法 里面的事情交给我就行了 叶浩轩道 不 我要亲手抓到我二爷爷 你放心 我会调整自己的状态的 梁洪玉站起来 抓过地上的手枪 向里面继续奔去 叶浩轩愣了愣 他有点低估了这个女人的承受有力 他摇摇头 然后站起来 跟着他向里面继续走去 这个密道已经走到了尽头 因为是在山体中 密道有限 两人走过一个暗门之后 只见眼前一亮 两人出现在后山上 经过这么久的折腾 天色已经微微的亮了 两人顺着山路向前奔去 这个小山包并不大 跑到了山顶 只见梁经年和那名罗道士 正在山上摆弄这什么 他们身边还有几名保镖 梁洪玉猛地举起手中的手枪 对着前方迅速地开了几枪 那几名保镖阴声倒地 马上停下手里的动作 不然我开枪了 梁洪玉冷冰冰地指着 正在掐这盗掘摆弄 这什么的罗道人 罗道人回头冷眼 看了一眼梁洪玉 然后冷笑道 梁经年 早知道 我就应该送你这孙女一程 梁经年缓缓转过身来 他的脸色紧紧地绷着 他盯着梁洪玉道 洪玉 到现在了 你还是死追不休 二爷爷 我还是那句话 梁洪玉把手中的枪 指向梁经年道 跟我回去 我会为你求情 呵呵 我为什么要让你为我求情 我已经返老还童 我即将可以长生不死 我有大把的时间和青春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在监狱里 过一辈子 梁经年冷笑了一声 因为你做错了事情 仅次而已 既然做错了事情 你就要接受惩罚 梁洪玉冷冷地说 小心点 我去解决那道事 他在摆弄的东西 绝对不是好东西 叶浩轩看了一眼天时地利 以及那道士所摆弄的阵法 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去吧 我会小心 梁洪玉点点头 叶浩轩转身大步走到那名道士跟前 看着地上的阵图 他微微一睁道 奇门往生镇 收集八方阴气 以整个港地为阵机 然后把整个港地都沦为阴地供你仰师 不错吗 有点眼光 罗道人放下手中的阵图 他得意地指着自己的杰作道 阵图马上就要完成了 到时候整个港地都会被笼罩在阴地之中 孤阴不生 独阳不长 港地的运输丧尽 此处就会形成一个极大的阴地 哈哈 到时候这里就是我的天下 将有无尽的行尸 供我驱使 大手笔 叶浩轩对这罗道人伸出了大拇指 他淡淡地说 只是你的阵法今天无法完成了 是啊 有你在 确实无法完成了 但是只要除掉你 我这个阵法就能继续得以生存 罗道人得意地说 你不会认为 在附近的军队都是摆设吧 就算没有我 你这个阵法注定也不会完成的 因为这样作有为天和 你就是个疯子 叶浩轩摇摇摇头道 这倒是真的有点失心疯了 这个阵法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那就是会把阵眼附近 十公里方圆内沦为阴师地 你觉得 进入到阴师地的人 情况会好到哪里去 罗道人冷笑一声道 只要除掉你 方圆十公里之内都是我的地盘 根本无人能进得来 现在只差一步 只要再有一步 我就可以完成大阵的百分之六十 届时这里就会成为一个阴师地 我看有谁进得来 叶浩轩愣了愣 他对这个阵法也只是止步于 刚刚听说过的地步 他并不清楚 这个大阵还有这个功能 那很不好 我只有先除掉你了 叶浩轩冷笑一声 他缓缓地抽出了手中的鱼肠 那名道士双眼中 闪现出一丝一色 他看着叶浩轩手中的鱼肠道 不是你 难道和我数次交手的那个人 是另有其人 没有别人了 跟你交手的人一直都是我 叶浩轩摇摇头道 不可能 跟我数次交手的那个人 手中的武器煞气很重 你这把剑虽然不错 但跟他的武器比起来差远了 那可是真正的凶兵 罗道人道 你所说的是 就是修罗 叶浩轩反手把背后一直用不裹着的修罗 重重地蹲在地上 只见一阵强烈的煞气从修罗上散发了出来 没错 就是他 上古兄兵的气息 果然不同凡响 罗道人的脸上露出一种狂热之色 他恨不得马上把叶浩轩给干掉 然后把修罗据位已有 他身上的煞气再加上自己的阴沙悬术 他将会一举成为这个世上最强的人 他叫修罗 但他身上的煞气不是我现在能嫁奴的了的 他一直在影响我的心神 所以 我不用他御敌 叶浩轩道 可惜了 我在废弃工厂部下的阵图让你给发现了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 你早就身陷阵中 这东西早就是我的了 罗道人有些惋惜的说可怜我那一缕分魂 也被你乱炮轰死 厉害 能拥有双魂时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高人 叶浩轩由衷地点头佩服道 过奖了 罗道人笑了笑 如果想要他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去拿 我绝对不干扰你 叶浩轩说这退了一步 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真的 你说的是真的吗 罗道人的眼里露出一丝惊喜的神色 这可是上古凶兵啊 如果用来做武器 那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什么法器灵气 在他跟前简直弱爆了 叶浩轩难道真的一点也不在乎 当然是真的 叶浩轩微微一笑 你可要想清楚了 这东西一旦被我拿到手里 我就能成为无敌的存在 到时候你后悔可就晚了 罗道人仍然有些不敢相信的说 我绝对不后悔 前提是你能拿得起他 叶浩轩笑了笑 这倒是还真有些逗 哈哈 开玩笑 三尺短毛 我会提不起他 罗道人哈哈大笑 在确定了 叶浩轩确确实实的要把修罗拱手相让以后 他连忙跑上前来 双手提着修罗 猛的一提 嘿 他用力一提 那把看起来 只有几尺长的修罗 却纹丝不动 罗道士连连提气 把姿势用尽 但是 他却仍然没有办法 把这根短毛给提起来 直直把他累得满脸通红 满头大汗 但是修罗 却还是纹丝不动 叶浩轩戏虐的看着他 开玩笑 修罗是上古凶兵 如果非大能者 是根本提不动的 如果不是那名不死修罗灵死前 让他认住 自己根本不可能提驱使得鸟他 这倒是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你耍我 看叶浩轩似笑非笑的表情 罗道士有些恼羞成怒地说 我没有耍你 是你自己没有本事罢了 叶浩轩举起手中的鱼长道 来吧 拿出你真正的实力来 和我堂堂正正地打一场 说真的 你不是我的对手 罗道人反手抽出一把血色的木剑道 尽管以你的年纪 能达到这个水准 已经相当的难得了 但是 你确确实实的 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 你去死吧 他一声大喝 手中的木剑回转 向叶浩轩当头削来 虽然他的速度 看起来慢腾腾的 就像是公园里的老太太老爷爷们 平时耍得太极剑一样 但是竖杖距离 瞬息极致 他手中的木剑 以极快的速度 抵到了叶浩轩的喉咙处 剑是味道 一股强烈的血煞气息 让叶浩轩眉头一煞 这获修的功法很斜啊 他现在实力被压制 不敢大意 他猛的一个转身 然后手中的鱼长 向前移送 一阵煞气竟然顺着鱼长 流变自己的双臂 紧接着流变全身 叶浩轩不自由主的 打了一个冷战 然后他连忙后退 施展出五行步伐 和罗道士缠斗在一起 罗道士的功法很斜 不知道他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按理说鱼长是上古明鉴 而且要无上功德之力 才能驱使得动 应该是压制这罗道士的这一身斜弓才是 但是叶浩轩和他对上 却有种束手束脚的感觉 这绝对不是自己的浩然真气 被压制的原因 就算是因为之前身受重伤 叶浩轩的实力 只有平时的六七成 但和全胜的罗道人比起来 也只是稍训一点 正常的话是绝对不会这样的 但是叶浩轩 就是感觉自己束手束脚的 好像罗道人的这一身斜弓 就是天生克制自己的一样 罗道人突然向前刺出一剑 他手里的长剑 毫无征兆地喷出一团红雾 这股红雾中 带着隐约的煞气 然后一阵怨魂哀嚎的声音 从红雾之中传来 他这把剑中 是以特殊方法祭练的 也不知道里面 有多少孤魂野种 叶浩轩的耳膜震生疼 他连忙足下生风 避开这团红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